另一檔案 我是Mike DNA檢測技術在如今的刑徵破案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多時候一滴血 一條頭髮 一些體液 都可以令作案人無所遁形 但今天的案件 作案人用了一種完全想不到的方式 連續幾次壓助DNA檢測 當中還要在警方嚴格監視的情況下完成 到底他是怎樣做到的呢? 在加拿大沙省 有一個僅有1000人的小鎮 叫吉伯玲 故事的主人公Candice就住在這裡 23歲的Candice是一個單親媽媽 BB女剛出生無奈 Candice在這間Aso郵站打工 1992年10月31日晚 Candice男朋友來郵站找她 他們兩個為了小事突然吵架 他們越喊越大聲 Candice男朋友直接開車走了 扔下她不來 他們兩個都是脾氣很暴躁的人 Candice越想越生氣 整個人很不舒服 她去到不遠的醫院要看醫生 當晚 剛好John醫生直班 Candice認識John醫生 她的女兒就是John醫生接生的 John醫生在南非讀完醫 於1987年來到加拿大 在小鎮的這個醫院做了醫生 Candice跟醫生說 跟男朋友吵架之後她很怒氣很不舒服 問有沒有什麼藥可以幫她冷靜下來 John醫生走出去 拿了支針進來 打入Candice的手臂 10時間Candice覺得很累 她探向檢查室將病床到手軟腳軟 她想動 但全身都動不到 醫生還開始有點模糊 她覺得John醫生似乎對她動手動腳 醒來之後Candice一個人在房間 她知道自己被剝過衣服 John醫生性侵了她 Candice立刻把那條內褲 用乾淨的袋裝好 她沒有跟護士說她的懷疑 Candice直接回家 第二天 1992年11月1日 Candice去到警局報案 把她那條內褲交給警方 經檢驗 條內褲確實有一名男子的DNA 警方去醫院檢查 問了當晚值班的護士 和另外兩個在檢查室外不遠的病人 都沒有發現有什麼不妥 警方再去找John醫生 醫生說 當晚幫Candice打了鎮症針後 她就回家 她沒有對Candice做任何不當行為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 她同意驗血 John醫生去了警方指定的地方抽血 幾個月之後 DNA檢查結果出來 和Candice底褲上的DNA不匹配 小鎮不大 很多人商戶間都認識 John醫生在小鎮聲譽很好 一直受到大家的尊重 大家本身就不認為John醫生會做這樣的事 DNA檢查結果一出來 所有人都指責Candice 說她無中生有 想欺騙John醫生的錢 一時間 說什麼的都有 知道DNA的檢查結果 Candice很驚訝 她也很生氣 在警局大發雷霆 她認為檢查有問題 肯定是醫生做了手腳 Candice堅持要再驗一次 在當時 DNA檢查還是相對新的技術 警方也擔心會出錯 所以1993年 他們再次去到John醫生的家 問她可不可以再驗一次血 John醫生的太太跳出來指責警方 根本就是亂來 旁邊的John醫生有點生氣 但又帶點無奈 這兩次的驗血其實是自願性質 他可以直接拒絕警方的要求 但是為了還折的一個清白 John醫生同意再次檢測 而這次檢測 警方到場參與全過程 親眼看著他們指定的護士 從John醫生的手臂抽血 然後護士把血交到警方手中 眼見為實 這次警方覺得肯定沒問題吧 他們把樣本送到實驗室 結果出來 跟上次一樣 John醫生的血 跟性侵Candice的不匹配 由於兩次檢測結果都是一樣 警方懷疑 當時Candice是不是真的被性侵 由於找不到證據 DNA檢測結果又顯示 作案人不是Candice指控的John醫生 於是警方結案 這次整個小鎮的人都知道 鎮上有一個騙子 認為Candice這樣做 一就是為了騙John醫生的錢 一就是Candice精神有問題 這件事之後 平時Candice走在路上 都可以感受到周圍的人對她指指點點 甚至身邊的一些朋友似乎都開始疏遠她 很長一段時間她都不敢出門 雖然是這樣 鎮上的風言風語 慢慢令Candice承受不到 無奈之下她決定帶女兒離開小鎮 她的父母希望她留下 但是她實在受不了 自己明明是被性侵 是一個受害人 陣上反而沒有人相信她 她也不明白為何DNA檢測兩次都不對 這個DNA檢測技術到底行不行 Candice帶著女兒搬到150公里外的尼在那 在這裡她重新開始 她跟自己說 為了女兒要振作 幾個月時間過去 Candice適應了在新城市的生活 有了新的工作 雖然一個單親媽媽帶著女兒很不容易 但起碼一切都慢慢步入正軌 只是Candice始終過不了自己的一關 她很不睡 她知道當時自己真的被侵犯 也確定John就是作案人 怎麼可以就這樣被她蕭搖法外呢 為了挽回自己的聲譽 也將傷害她的人誠之於法 Candice找了一個私家偵探 私家偵探相信眼前的這個人說的都是真的 也很同情Candice的遭遇 更加佩服她的執著 要知道的是 請私家偵探一點都不便宜 Candice一個單親媽媽 養著女兒 打著一份普普通通的工 事情對她來說一點都不容易 私家偵探來到John工作的醫院 在他上班後切發開了John的車門 他首先小心地從駕駛座拿了幾條頭髮 然後檢查車內 發現一支相信是John用過的唇膏 私家偵探拿出一個信封 把唇膏塗在信封透明塑膠紙的地方 做完所有事情 他把唇膏放好 關門走人 私家偵探把這些東西送去檢驗 出來的結果竟然顯示 頭髮和唇膏上的DNA 與Candice底褲的相批配 John就是作案人 Candice很興奮 終於都可以證明自己清白了 他拿著檢測結果去找警方 不過這種DNA檢測在法庭上是不承認的 因為他是由私家偵探闖進其他人的車 雖然這個樣本不可以用 但警方也開始想 Candice會不會真的被性侵 事情都過了這麼多年 他依然用這麼多錢請私家偵探去做這件事 但是他們明明親眼看著護士從醫生的手臂上抽血 DNA明明就是不匹配 為什麼呢 於是警方進行了第三次嚴血 這次他們帶了法醫血情專家 帶上攝影機全程錄像 放好機設好燈 各就各位一起準備就緒 Action 血情專家準備從John的手指取血 John說希望可以從手臂抽血 他說因為他有雷諾綜合症 手指容易發白發麻 而且自己是個醫生不想手指有損傷 所以希望向手臂抽血 警方同意了 不過在開頭兩次嘗試 血情專家發現John的手臂竟然抽不到血 而且奇怪的是 他留意到John手臂上的靜物 比一般人的都要粗很多 到了第三次終於都抽到血 但是血很暗 作為血情專家 他從來都沒見過活人有這樣的血 回到實驗室檢驗 血的質量太差 無法有效提取DNA 第三次驗血就這樣失敗了 時間來到1997年4月25日 警方接到一個意外的電話 John的太太Lisa報警 說他發現John多次吸毒 並且性侵了他和前夫所生的女兒 在近兩年來 John經常幫女兒打針 等她失去知覺之後侵犯她 女兒也是最近才鼓起勇氣跟Lisa說 Lisa問女兒 為什麼現在才說 女兒說 看到之前大家都不相信Candace 甚至罵她 尤其是媽媽Lisa 是反應最大的一個 她覺得自己說出來 都沒有人會相信她 警方拘捕了John 並進行第四次DNA檢測 這一次 警方不再只是抽血 他們拿了John的頭髮 唾液 口腔色紙 至於血液 他們沒有再從John的手臂抽 而是拿了他手指的血 檢測結果出來 這幾個樣本 跟當年性侵Candace的那個人DNA一樣 所以當年的作案人 就是John醫生 但是奇怪的是 今次的DNA 跟前面三次的都不一樣 那之前的 為什麼是另外一個人的DNA呢 當時警方明明是親眼看著他的血被抽出來 1999年在庭上 John說出了他騙過DNA檢測的方法 原來 當年第一次驗血之前 他偷了一個男病人的血 還準備了一條手術引流管 在引流管打入偷離的血 和防止血液凝固的抗凝制 然後他在左手手臂上割開一個位置 把引流管插入去 插到走關節平時抽血的位置 之前血清專家為什麼會覺得John的靜默比一般人大 是因為那一條其實根本就不是靜默 每一次警方抽血 John都要求抽左手 而且都是同一個位置 所以之前三次抽的都不是他自己的血 DNA檢測當然也不匹配 不過由於時間久了 偷離的血質量越來越差 但是他又不可能再找回當時的病人要別人的血 如果換其他病人的血也不行 所以第三次抽血的時候 質量太差沒有辦法有效提取DNA 最後John被判犯有性侵 使用有毒物質妨礙司法公正等罪名 獲刑六年 他的醫生執照被吊銷 太太也跟他離婚 還向加拿大移民局舉報他非法獲得公民身份 因為Candace在1992年報警 那時候警方開始調查John 而隨後1993年John在入籍加拿大的時候 隱瞞了自己是被調查對象 所以他的加拿大公民身份屬於非法獲得 2003年John獲得假釋 加拿大政府撤銷了他的公民身份 並將他驅逐出境 那先別捐